第五天的突破 大家安安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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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 晚上好 我們今天 現在玩的是這個很經典的糖果屋的故事 黑暗故事版 曼塞爾與葛雷特DS 我不知道那DS的意思是什麼 他聽說這款座子他有做另外一個 然後好像是跟小紅帽有關的 對 那這個漢話的話是 你發現一個橘子 我後來發現他把他的哔哩哔哩改成你發現一個兔八哥 所以我不知道該打哪一個 我兩個都打 反正這是橘子漢話的遊戲 我其實一直以為我玩過了 後來發現 欸? 不對啊 我有玩過嗎? 我跑去看好像真的沒有玩過耶 那就趕快把它玩完吧 他好像是那種 ADV吧 恐怖ADV遊戲 跟一般那一種就是 正常的恐怖遊行又有點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一般常玩的那個叫什麼 欸... 那個RPG有點不太一樣 他是文字類型的 我剛剛看到什麼 他有存檔M2 還可以獨檔喔 2 好可愛喔 兔兔Menu欸 那我們就來玩看看吧 他有CG模式欸 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片頭啊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的 好 那我們就... 開屬吧 GO 呃... 本遊戲部分含有暴力內容 未滿宿舍玩家的 純屬虛構 與實際存在的人物團體或事件等 無任何關係 哇... 好可愛喔 很久很久以前 某個森林的鏡頭 住著窮困的喬夫一家 喬夫和妻子有兩個孩子 聰明的哥哥韓塞爾 和可愛的妹妹葛雷特 葛雷特 天莫莉安晚上好 他們兩個是龍鳳台吧 他們很窮得連每天的溫飽都成了問題 有一天晚上 妻子摸摸著兩個孩子已經睡著了 就對喬夫說道 再加下去 四個人都餓死啦 乾脆把那兩個孩子扔到森林裡去吧 呵呵呵 為了減少人口 妻子決定把韓塞爾和格雷特扔到森林裡 再逛街是不是 好慢慢逛 慢慢逛 喬夫勉強同意了妻子的提議 決定在第二天早上 執行那個可怕的計畫 偶然聽到兩人對話的韓塞爾 千五歲的香甜的格雷特 下定決心似的點了點頭 你要幹嘛 你的表情看起來怪怪的喔 格雷特有我保護 呵呵 他從窗戶溜了出去 花了一晚上的時間 收集了白色的石頭 為什麼要白色啊 不久 迎來了早晨的孩子們 得到一塊小麵包作為便當 他們與喬夫和妻子一起走向了森林 走啊走啊 到達了森林的深處 安塞爾和格雷特在路上 收集些小樹枝 來不要動著自己了 在篝火旁邊等著我們吧 爸爸和媽媽要去附近砍樹了 喬夫的妻子點了篝火後 吩咐他們好好在這裡休息 喬塞爾和格雷特在暖暖的篝火邊取暖 取著取著便疲憊地睡著啦 你一個晚上沒睡 當然會想睡啊 對 等他們醒來時 周圍已經完全變暗了 但他們在附近並沒有見到 喬夫和妻子的身影 孩子們就像妻子進化的一樣 被遺棄在森林裡 爸爸媽媽都去哪裡了 我們被丟下了嗎 哥哥探 我們該怎麼辦 格雷探好害怕 哈哈 為什麼會有這個探好可愛喔 沒事的 不用擔心 韓塞爾對格雷特所導 並摸了摸他的頭 沒錯 韓塞爾在進森林時 把昨晚收集來的白色石頭 作為記號扔在路上 真的嗎 不愧是哥哥探 只要哥哥探在 發生什麼事都不可怕了 兩個人決定沿著記號走出森林 OK 要開始故事了嗎 所以現在呢 哎呦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格雷特看起來有點 讓我感到害怕 他感覺有點陰暗耶 哥哥探快點回家吧 哥哥探肚子好餓餓 點擊地圖進行操作 和格雷特一起逃出森林 哦 所以這是點擊地圖是不是 點擊格雷特就給他進行對話 那我如果要存檔呢 是點這個嗎 哦在這 所以啦 存檔 來點個格雷特 怎麼了一直盯著格雷探 難道哥哥探是害怕了嗎 沒事的 不是有格雷特在跟著哥哥探嗎 欸 這邊會有戰鬥嗎 應該是不會 他就是單純就是文字劇情這樣子 我沒有記錯的話是這樣 如果發生什麼事 就由格雷特保護哥哥探 嘿 安神安安 很上豪喔 糟糕 啊現在要幹嘛 我剛剛做過的石頭 凹凸不平的超石頭 十分割屁股 那我看把坐著不疼的石頭 留給了格雷探 謝謝格雷探最喜歡的 然後呢 溫暖的石頭 真不可思議 明明到剛才位子 還在劈啪劈啪的燒著 還冒著奇怪的煙 吸進去的話會不妙吧 哈哈哈 你可以吸去看看啊 沒有找到能用上東西的 欸 沒有 什麼也沒有 就一樣 你看 欸 我以為這邊會有什麼東西耶 正適合父親砍後帶回去的大小 好大的書 格雷探也想有一天能像爸爸一樣砍這麼大的書 你的手背估計不行喔 那個 就你這個小哥我可能不行喔 所以他這個應該是對話都重複了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欸 那我們就 應該可以直接走這吧 應該可以直接點這裡走了 到前進嗎 哈哈哈可以了走啊 不要浪費時間了 走吧 喔 白色石頭看到了 這是他留下的嗎 他丟下的小石頭 這樣就能回家了 格雷探的記號有好好的留陣了 啊 格雷探將來也想像哥哥一樣聰明 沒救啦 這個沒救 不是啊 然後成為一個特別聰明的尾套人物 和哥哥 蛤 和哥哥結婚 不要喔 不要喔 爸爸是不是把我們丟下後先回去啦 格雷探實際上是被拋棄了嗎 就這麼回去真的好嗎 爸爸真的會高興嗎 那哥哥探你怎麼 你怎麼 你覺得呢 我剛才講你怎麼看 哈哈哈哈 寶傑你怎麼看的寶傑 哈哈 好肥 最近玩了很哏 有點太兇了 欸這邊應該 令人蒙古聰明 如果這種情況只剩一個人 會怎麼樣呢 哥哥探在發呆怎麼了 不要問你會怕啊 有誰在森林裡嗎 不要丟棄格雷探喔 如果被哥哥探丟下的話 格雷探會哭喔 你還會死喔 哈哈哈哈 不是只要會哭而已好嗎 要前進嗎 好走啊 欸 這什麼 吐吐 好可愛喔 格雷探好想摸摸看 毛毛龍的看起來好好吃 蛤 蛤 他剛剛是什麼 毛毛龍的看起來好好吃 XX 看到那個記號的小石子了嗎 哥的那個走 快點回去吧 千萬別走錯了 如果走錯 前方等著你們的是 死 哇 格格雷探 這個小雞看起來好好吃喔 要抓起來當烤小雞嗎 哈哈哈哈 Toren出品 保證劇情黑暗 有看 現在看他的樣子 我都覺得有點黑暗了 他剛剛居然說 看起來好好吃 毛毛龍的好可愛 看起來好好吃 喔 他們的嗜好真的是 蠻獨特的 咦 對不起 那兔兔呢 兔兔會講什麼 兔兔是全國通用的存檔點 兔兔會講日語 是能幹的兔兔 兔兔超厲害 點擊右下角的兔兔按鈕 可以隨時存檔兔 呵呵呵 看起來好好吃 那哥哥看 這個存檔兔兔能不能吃啊 不行 不行 twor 兔兔兔一點都不好吃 我幫你存檔就放夠兔兔吧 呵 哼 可是看起來真的蠻讚耶 所以我們現在往哪走 走這裡嗎 我不要 我想走這裡 只是一條路 另外一條路 這裡不是回家的方向喔 還是說 各瑪炭想跟格雷炭一輩子 在森林裡生活呢 聽起來很不錯耶 嘿嘿嘿嘿 如果能和哥哥炭在一起的話 格雷炭也不是覺得不可以啦 嗯 所以這邊應該是不能選 等一下我們沒有要全其他的我們只能走這 他說走錯會死 為什麼不讓我們走看看呢 哼 為什麼不讓我們走看看呢真是的 聞到了鮮花甜蜜香味 格雷炭很喜歡花香喔 哥哥炭果然也是很喜歡的吧 下次 格雷炭要做一個花冠給哥哥炭 等一下等一下什麼花冠 呵呵呵 還有我想到有點 不太不太讓人 開心的花冠的遊戲 然後呢來玩伴公主遊戲 哥哥炭來當王子 格雷炭來當公主 哇哦 盛開了白色的花花開了 好漂亮要不要摘一點花回家 媽媽這麼喜歡花她一定很高興的 一個哥哥炭一蘇 恍惚見那樹蔭看起來就像妖怪一樣 光變大了 哥哥炭我能握住你的手嗎 哇 緊緊握著不離不棄喔 見過這條路 之前和媽媽去附近的湖打水的時候 有經過這裡 也許就快家了 走吧 快點快點 GO 好像也不能選其他地方啊 到家了到家了 哥哥炭快看 我們到家了 真的回來了 太好了 這樣就能見到爸爸媽媽了 好開心 重點是你爸媽 有回來嗎 你的爸媽有回來嗎 你爸媽還在嗎 小夫之家 是我 和雷特 父親母親四個人一起居住的家 爸爸和媽媽已經睡著了嗎 稍微嚇唬他們一下吧 哥哥炭 就當作是他們把我們拋棄在森林裡的回禮 好好好可怕啊 周己的木炭 想幫爸爸的忙 但格雷炭做得到的是太少 好悲傷 就算是一點點也好 如果能幫上爸爸媽媽的話 一定不會被家裡趕出來了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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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幫他們 他們還是缺少食物 你還是會被趕出來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 晚上好喔 很久沒用的井已經剛河了 他們前面不是有水嗎 哥哥炭 為什麼我們家這麼貧窮呢 媽媽說過 如果我們有好多好多錢的話 我們都會變得幸福 如果我們能賺到很多的錢就好了 想太多了 那這不是河嗎 喔 河水太混濁 我把作為營用水 球雷炭的臉映照在水面上 表情看起來有些壞壞的呢 是阿是阿是阿 YESYES 水中的哥哥炭會是什麼樣的表情呢 差不多那邊 啊我蓋了耶 欸可是我剛剛按的時候沒反應啊 我剛剛按的時候 按其他路他不給我選啊 就我一直以為那邊是不能 那邊不能選耶 靠魚屋啊 好沒差啊 反正第一個撐档離他不遠 走進去 老爸老麥活著嗎 多虧了小食子的引路 兩個人安全的回到家了 但噩夢並沒有就此結束 家裡的貧困並沒有因兩人的回來得到改變 極餓到極限的 夫和妻子決定這次帶著小孩子們前往森林 邊聽來邊做遊戲 好喔辛苦了 極餓到極限 好啦我得老實講啊 每一次看到這故事啊我都覺得 他們爸媽其實算滿有良心的 起碼沒有 因為這樣子就把自己的小孩烤來吃 哈哈 我是不是有時候該這樣慶幸 又來 再一次知曉了兩人計劃的寒曬 打算再次打開窗戶去收集石子 但這一次窗戶居然被鎖上了 沒辦法去收集石子了 前往森林森樹時 他把小麵包一點點的撕碎 代替小植子扔到了小路上 走啊走啊到達森林的森樹 到達了和之前不同的險惡森林 凡賽爾和格雷特在路上收集了一些小樹枝 來不要動著自己 在篝火旁邊等我們 爸爸媽媽要去旁邊砍樹啦 呵呵又點了火 又對他們好好休息 他們又睡著了 又睡著了 又變暗啦 就和計劃的一樣被遺棄在森林裡啦 又來啦 又被丟下了嗎 這個又寫的還真好 呵呵 我們該怎麼辦 格雷探好害怕 沒事的不用擔心 韓賽爾摸了摸格雷特的頭 沒錯 韓賽爾在進森林的途中 把麵包碎作為記號的任在路上 不愧是哥哥探 哥哥探真是格雷探的英雄 兩人決定沿著記號 逃脫森林 來哥哥探快點回家吧 不會有事的 和之前一樣跟著記號走 就哪裡有記號 沒有啊 記號在哪裡 記號在哪裡 我沒看到記號啊 還是不在這裡 小心腳下 爸爸說過 他以前在森林裡遇到過蛇喔 如果踩到蛇的話 說不定還會被蛇咬傷 然後中毒死亡 好可怕 格雷探不想中毒死 嘿嘿嘿 好大一棵樹 一定會很開心 哥哥探沒事吧 沒事的 因為這次哥哥探也留下了記號啊 格雷探呢 只和哥哥探在一起 去哪裡都不會覺得害怕 格雷探呢 如果和哥哥在一起的話 不回那種家也沒關係 他已經 他已經把他的家稱為那種家了 呵 這是怎樣 哀摸大獄心死了嗎 太快了吧 好快喔 剛剛做過的 又把他留給他 下次就讓格雷探來做這凹凸不平的石頭吧 沒有下次了 沒有下次了 把一半的疼痛留給格雷探 因為哥哥探和格雷探是一心同體嘛 哥哥探最喜歡呢 好走吧 欸 我不是點那個要走了嗎 不能走 欸 欸 不能走嗎 喔 在這裡 點那麼細喔 喔 這隻居然也有耶 叫人毛骨手人 幸好和格雷特在一起 能讓人感到心安 好像看到有人在哪邊哪邊哪邊 大概不是心裡作用 那邊絕對有人 哪裡有人 說不定有人 住在這個森林裡 哪裡 沒有啊 都會把拖啊 你是眼睛有問題啊 肚子餓了嗎 剛剛格雷探聽到哥哥探的肚子咕嚕的響著起來 因為哥哥探把便當當作記號用了嘛 一定什麼也沒吃上吧 這樣的話 哥哥探吃了格雷探也可以喔 如果是由哥哥探吃掉格雷探 格雷探也會原諒哥哥探 不要 拜託 我不想當溫迪哥 溫迪哥 不要 溫迪哥太可怕了 欸 哈囉 又見面了 阿雷勒 不好了 沒有麵包了 怎麼回事 難道是被吃掉了嗎 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韓爾賽在路上丟下的麵包碎 成了小鳥們的食物 這下 韓賽爾和格雷特真的迷路了 在路上不知如何是好 從現在開始 你將成為韓賽爾去開避一條新的路吧 來開天屁地了是不是 嘿嘿嘿 這時候應該把小雞 不要喔 小雞是來指引我們啦 好飽好飽 幹 吃了哈 欸 哥哥探 會不會是這隻小雞吃了我們的麵包啊 阿 這傢伙是之前的 果然之前就應該把它烤成小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能烤小雞的 不過現在也不遲喔 哈哈哈哈 現在來得及嗎 不行吧 吐吐欸 機會難得成個擋吧 有吞了 這樣就算死了也可以重新來購 那如果有這個選證呢 一旦確定就無法回來好 走啊 可以走嗎 欸 稍微想了想 果然還是別回家了吧 因為爸爸也好媽媽也好 都覺得我們是累贅 所以才遺棄我們吧 烤小鳥 那是小雞吧 所以烤小雞正常啊 可是 剛剛說是小鳥吃掉的耶 啊隨便 蛇雷探 果然是不被需要的孩子吧 那想法好黑暗喔 吃起了我們的恐懼 出來吧 妖怪 等一下跑出來你就知道 開玩笑的 嚇到哥哥看了嗎 喔喔喔 你的笑臉真的是有點可怕 欸 我是不是走錯啦 Fuck 走錯路啦 超過茶草 就好像拼命 踮起自己的腳 阻擋住我們的屈辱一般 格雷探走太多了 鞋子變得破破爛爛的 格雷探想稍微休息一下 有沒有適合的地方呢 再看 那有個洞窟 會不會有人住在裡面 稍微進去看看吧 我有點不太想耶其實 喔 天然行程了嗎 第一次進到那麼大的岩石 如果哥哥探背著格雷探的話 格雷探應該能上去了 蛤 哥哥探探 格雷探太重 所以不願意 不要說這麼過分的話嘛 哥哥探 就算吃的少 他們體重還是很重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了解了解 接受接受 這裡面會有什麼呢 喔 喔 洞窟內施陸陸的 滴答滴答 他隨身不是從何傳來 雖然有些不大令人滿意 但能遮風擋雨 對了格雷探想到個好主意 我們就不要回家了 格雷探和哥哥探 我們兩個人 就住在這裡怎麼樣 是個好主意嗎 嗯 欸 任何事的洞窟 這裡的話應該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格雷探有些累了 稍微休息一下吧 要是丟下格雷探的話 格雷探會討厭哥哥特喔 哇 好 喜歡 知名 打字幕 打字幕